第二集 声音进入耳朵眼里以后就会敲响鼓膜,然后再往里传,使内耳的感应器官发生兴奋,将声能转变为神经冲动,再经过听神经传入中枢产生听觉,这样我们就听到声音了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鼓膜,要是鼓膜破了就听不到声音了。 感谢观看